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指责中国是非常愚蠢的 有句话永远正确 离醒对怒火中的人绕盖而走 2017年11月30日 查理芒格在密歇根大学 罗素商学院出席商业活动时 接受了罗素商学院教授 Scott Deere的采访 采访圈长一个小时 芒格指出了 著名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 和大卫里加图最严重的错误 还对比特币美国税改中美关系等这点话题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聪明投资者翻译后 揭选其中几个问题 分享给大家 芒格在采访中还恢复了自己生命中 每一个关键时刻的理性指责 全是人生大智慧 可朝看采访翻译全文 唯一我们来回答一些观众的问题 半数以下是关于比特币 或者数字加密货币的 芒格 我可以非常快速的回答所有这些问题 小胜 我认为 哪怕停下来去思考这些 东西都是极度愚蠢的 在我看来 黄金有储存价值 因为人们不能发明更多黄金 或者很容易获得黄金 它具有稀缺优势 相信我 人类可以生产更多的比特币 虽然他们告诉你 他们不会这么做 其中的含义是 只有他们不想这么做的时候 他们不会这么做 事实上 当他们告诉你 他们制定了一套规则 让他们不能这么做时 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激励时 可怕的事就会发生 比特币是坏人的想法 它是疯狂的泡沫 也是糟糕的想法 因为人们认为不通过自身努力 就可以获得很大财富 这是地球上最不该考虑的事情 是彻底的精神错乱 顺便说一句 我才给你们讲述了很多人生经历 很多东西更重要 不要浪费在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上 欺骗 狂妄 病态的利己主义 满腹怨恨 极端四连 受害妄想症 这些都阻止你成功 你们要找到所有这些阻碍成功的东西 将它们当作瘟疫 比特币是其中之一 小胜 问二 现在很多美国人在讨论水务政策 你觉得最终结果如何 芒格 我们会有一个税务法案 他们会通过新的税务法案 做任何他们觉得必要的调整 我不觉得每年都给那些年薪七万美元起有很多孩子的家庭两千美元是坏事 这是很好的调节政策 我也不觉得降低C类企业的所得帅是件坏事 包括新加坡在内 全世界很多其他很成功的国家都有类似政策 可能对宏观经济有正面影响 所有人都知道这会抬升公司市值 进而引发财富效应 只不过 有人说这种财富效应会很小 有些人则说会很大 我可以告诉你们 他们都不确定 我的回答是 我确实不知道效果有多大 我知道它会有正面影响 但影响究竟有多大 我无法确定 我也不认为有人可以确定 至于企业大部分股份 由宣传基金和养老金持有 这是否公平 全世界都想要公司更多承担养老金责任 共和党人想做的和中国一样 中国想要中国主要公司更多有养老金持有 并且希望股市继续上涨 我不认为中国疯了 我也不认为共和党人疯了 他可能会取得很大成功 两个政党的人无法达成一致 当我从电视上看到国会情况时 他们很不正常的互相憎恨 这种程度的互相憎恨是道德败坏的 有句话永远正确 立心对怒火中的人绕道而走 这是真理 如果你像电视上两个政党的人那样 欢迎你来到痛苦世界 你把自己的大脑变成垃圾 你只有一个大脑 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垃圾 问三 哪种新科技会令你兴奋 芒格 我从没有对哪个新科技特别兴奋 我问你们 亚当史密斯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什么 我看没有任何人想回答 亚当史密斯对于市场 贸 优势 劳动分工等都完全正确 但他忽视了科技稳步发展 回大幅提升财富和生活水平 他生活在十八世纪 生活方式和罗马帝国时期 并没有太大不同 他忽视了科技进步的力量 现在 我问一个更难的问题 大卫李嘉图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什么 我打赌 你们的院长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 我也不会让你试着来回答 小胜 李嘉图所说的自由贸易的一切后果完全正确 但他忽视了二切后果 如果有一个相对发达的国家 比如美国 与另一个某些方面 比美国有优势的国家 比如中国 他们相对贫穷而你是更发达的经济体 当你们突然展开自由贸易 就像李嘉图所证明的 两方都能活得更好 但是 欠发达国家将会发展的更快 相对发达的国家每年经济增长2% 欠发达国家会增长12% 不久之后 他们会超过你成为首要经济体 李嘉图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你们可以补充所欠缺的李嘉图的知识 不了解李嘉图理论的缺陷 就无法完全了解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问题 证实情况是 世界上并不只有中 美国两个国家 如果只有中 美两个国家 美国完全可以不和中国自由贸易 以防止中国崛起 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 中国和其他国家自由贸易 仍然可以实现崛起 既然我们无法阻止中国崛起 就应该和中国自由贸易 一旦这么做了 双方都能更强大 共同完成想要完成的事情 所以 我们必须和中国保持友好 特朗普指责中国是非常愚蠢的 美中之间是强势性留意 compulsory friendship 任何其他做法都是疯了 问四 你对在座各位有什么建议吗 芒格 就像本富兰克林所说的 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是婚姻 而不是投资 本富兰克林对婚姻最好的建议是 结婚之前睁大眼睛 结婚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不认为 期待成为美国总统 或者亿万富翁是明智之举 因为这是小概率事件 更好的做法是定一个比较小的目标 我从没想过变得富有 我只想独立更生 很多时候 我只是意外超越了计划 成功者可能非常努力 聪明 自律或其他优秀品质 但也有很大运气成分 事事本就如此 专家子 聪明投资者 我只想独立更大运气成分